加沙民众颠沛流离 有新加坡摄运人士表示 为加沙筹得220万新元 用以支持在当地运作的慈善组织 提供食物以及救助孤儿 不过他也表示 自从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 人道主义工作在当地也越来越危险 新加坡摄运人士吴家和 过去九年在中东 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 他四个月前开始在社交媒体 为加沙筹款 主要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救援组织合作 在加沙运作为难民提供食物的慈善厨房 他说加沙肉食短缺 一头牛可以卖到9000美元 因此慈善厨房仅提供豆类和土豆等食物 节省成本 日常运作也面对高风险 吴家和表示 每个慈善厨房每月需5万美金 另外每月也将24000美金用于救济400名加沙孤儿 还拨出10万美元 为加沙的医院安装太阳能板 他说现在每天有300辆卡车进入加沙 但伊朗袭击以色列后 人道主义工作者也担心有更多风险 吴家和月底将再次前往中东 他说四个月内受到新加坡民众 为加沙捐款将近220万新元 超出他的预期 吴家和表示 接下来准备用捐款 在加沙中部搭建三个帐篷营地 每个营地将能够容纳1到2000名难民 还会为他们提供毛毯 鞋子衣物等必需品 不过目前最难的是 让急需的奶粉和药物进入加沙 凤王卫视记者刘备 新加坡报道